是大陆神舟十号太空船 在经历了两个多星期的太空飞行之后 就在今天上午八点钟返航了 想请呢我们立刻把时间叫个记者吴明山 明山 好主播与观众 我们也看到呢 现在画面上的这个大陆神舟十号的太空人呢 其中第一个太空人 聂海胜已经成功的出舱了 其实呢他们今天早上的这返回舱呢 是在早上八点零七分的时候着陆 但是呢在着陆到地面 大概约莫等待了七十到八十分钟之后呢 他们才正式的出舱 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呢 他们在这个太空中失重的状态下 已经生活了十五天 所以呢他们必须在这个舱内 进行重力恢复的训练 我们也看到呢第二位太空人已经准备出舱了 而那么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呢 他们出舱之后呢 第一件事呢 吃了第一顿早餐呢 将会有什么青草芥兰 苹果桃子 以及最重要的一道菜呢 就是羊肉 因为他们的着陆点呢 是在内蒙的呼和浩特 那以上我们就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主播 好 谢谢铃声 您看到的画面呢 是大陆的黑工船 神舟十号呢已经成功着陆了 而且太空人一个一个走出舱门 今年是一场大陆的高渺 大陆的摩操 和地域 我们下落两 rouge